大家好 我叫丁一 今年26岁 来自上海 丁一 欢迎你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显然是在下边想得很清楚的 我刚想问他哥哥 选你的心动女生是哪个 对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他哥哥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黄芳 看来你刚才说的那个话不一定对 刚才你跟我说 这就是双胞胎不选双胞胎的原因 你只能说你们这个双胞胎不选 那人家还是会选 我刚才猜了这个 我说他们俩有一个选了王芳 就是你说的就是王芳是吧 对 好厉害 好 24位女生对丁一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7号 你从来没举手 你对她的印象 我觉得一上台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 所以给她一个机会吧 但是我现在还是有点怀疑 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小 我是以前有一种纪念 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 他比我小两岁 我觉得我是一个妈妈一样 就她是一个孩子 小两岁你就感觉像妈一样 对对对对 真的 所以我现在有点怀疑 有阴影了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20组划船 45分钟拳击 30公斤弯几 每天两小时的训练从未间断 训练的时候我很专注 在我训练的时候 有人打扰我 我会非常生气 朋友们都觉得我像一个苦行僧 但其实我是乐在其中 我很享受训练的全过程 享受雕塑身体的感觉 我有一个全中国最简单的名字 丁一 现在在上海一家健身会所 担任健身主管 负责运营管理的同时 也会为外籍会员进行全英文授课 我觉得肌肉才是雄性的象征 但现在的女孩更喜欢瘦肉的花美男 小鲜肉 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男人 打扮得比女人还要精致 由于我研究生主修营养专业 所以平时我都是自己搭配饮食 很少在外面吃饭 偶尔和朋友出去聚餐 我也都是自己带着自己的饭盒 我的饮食受到了绝对的控制 黄磊老师 听说您最近长胖了 所以让我帮您制定一份 专业的减肥食谱吧 来吧 我们食谱呢 应该在上面吧 我们看看大瓶 250毫升牛奶 面包两个 巨蛋两个 两个 蛋白 蛋白 10点还加餐 中午就是鱼鸡脯肉 就是不放盐不放油的那种鸡脯肉 可能就是卡路里比较低是吧 对对对 可是在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吃 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吃饭 喝点小酒 喝点小酒 如果你没有吃没有喝 乐趣在哪儿啊 我也喝酒的 我也每周都要喝一次酒 但是比如我黄小厨 孟非上我们家去了 我说我给孟非做了一桌菜 我说我最近正在健身 他拿出一四楼饭盒 煮的那个鸡脯肉 对 白水煮的 说你有盐嘛 借我点 我就自己开始撕不撕不 我就吃了 对 可是我觉得 尤其我不知道这个女孩们 是不是要找个男朋友 要一块吃 比一块减肥来劲 我觉得 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啊 就是人各有志 每个人追求的东西 比如说像你这样的 说我们应该属于一种类型 就是生活当中啊 他说的这个朋友 享受美酒 享受美食 是一种生活的特别重要 黄哈老师 也应该是这种类型的 对 但是有另外一种人 他觉得那些东西 我都可以不要 比起那个什么人鱼线 马甲线来 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吃那些东西 我就要美美的 我就要 我追求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 真的是有这种 万小杰 那个男嘉宾是健身教练 然后我想起来一件事 有一个健身教练 他就给我制定了什么一套方案 他说可以封胸的 然后我就傻乎乎地 交了几千块钱 后来发现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真的吗 我觉得对于女性封胸 在健身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点扯 对 这个你要是说想封胸的话 还是另寻其他的 去韩国 对对对对 去韩国 对对 运动的剪 一剪 首先从胸开始剪起 我没说错吧 黄磊 没说错 男的越练星越大 女的越练星越小 对 18号 我看到你的VCR里面说 很多女生喜欢花样美男型的 我今天给你一个信心 我就是喜欢看身材 我从来不看脸 谢谢 然后那个现场 其实我的问题就是 你可不可以在现场 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的训练成果 比如说你可以做俯卧撑做多少个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可以跟我们秀一下吗 看一下 把胳膊挂个人 你挂17号还是挂2号 他就不一样的 2号你出来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你想怎样吧 你可以猜一下我有多重 我觉得40公斤左右吧 40公斤 挂到我胳膊上 好壮啊 好壮啊 你这 肌尖 肌尖 双脚离地 哇 这么壮啊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 我和他在一次应聘中相识 你好 我是丁一 他是我的面试官 一个比我大四岁的法国女人 进入公司后 我们在工作上很多的想法 都不毛而合 最后我忍不住向他表白 而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由于他是我的直属上司 我们始终无法公开恋情 渐渐地 我们因为文化差异太大 生活中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他让我穿衬衫 但我真的是穿不进去 他跟我大发雷霆 终于我们还是分手了 而我也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我不会再和上级谈恋爱 因为这样会让我分不清 他是老板还是恋人 我希望未来的你 是爱运动 健康乐观的女生 我不介意你的身材 因为在一起后 我可以帮你的身材 练得非常完美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你和那个法国女人的事 你不要说我们是你 我和黄磊特别感兴趣这个事 我们导演总结了一下 在这段感情里面 包括了多少元素 姐弟恋 异国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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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 办公室恋情 还是女劳 女上司 对 就是把那些 特别刺激的元素 他都集中在身上了 把狗血剧的剧情急于一身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在一起差不多 就是工作的时间吧 半年 半年左右吧 从出现问题到结束 有多长时间 差不多从第二个月 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也就是说没有问题 只辞职了一个月 不是意思吧 你们坚持了五个月 那一个月当中 就是好的那一个月当中 你感觉最让你满足的 就是说她可能是个法国女孩吧 异国恋 对 第一次跟一个外国女孩在一起 她满足了很多的这种 在突破规则和常态的情况下的 可以想象的大多数事情 都在这个感情里边完成了 那不好的这五个月 对你来说最大的煎熬是什么 就是她是我上次 这点是让我醉 她最让她有感受的是 一段异国恋情 但是最不能忍受的是 她是她的上级 一吵架就威胁到饭碗了 对 她很厉害的 她一吵架在公司里 就给我小鞋传 就是这样 这娘们怎么这样 22号 我之前也有一个异国恋 然后我的前人是英国人 我想问你 就是你说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 我就想知道就是你觉得最大的 就是和法国人 你觉得和她最大的文化差异是什么 就是说假如说出去玩嘛 跟朋友出去玩的话 去见她的朋友的话 然后就需要我穿什么衬衫 完了穿的特别叫正式 其实我就是不是不想穿 是穿不进去 就是我正常的骂的话 是穿不进去的 然后就因为这些也吵 经常吵 我觉得这个理由很奇怪 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着装的问题 就能够达到就是最后一个分手的原因吧 这好像有可能 也会有 也会有 因为去的地方 他们都有衣服服 对啊 我觉得人家有衬衫 那就是你应该追踪他们的习惯嘛 我穿不了啊 我就 那像你这样总要有一些 难免会遇到 哪怕工作也有一些正式场合 你不可以定制一间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工作没有什么场合了 总得有一件 万一什么朋友结婚 请你当个伴郎 你不能穿T恤 牛仔裤就去了吧 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 看下一条片 有点遗憾 再见 谢谢 再见 刘老师 上了台之后感觉很紧张 对自己的表现也不是很满意 因为嘉宾插话比较多 导致我就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可能是最近来的男嘉宾 健身的比较多 然后女嘉宾对这一方面比较反感 导致了他们在台上灭灯比较快吧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发现 选择摇电视 时时查看台上 任意男女嘉宾资料 同时可以进入报名页面 直接报名参与《非诚勿扰》 想征婚 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世界家园网站 百贺网 真爱网 或者通过现场报名点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这里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感谢 函数红BB独家冠名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 感谢我的选择景田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感谢卫全活性乳酸菌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哪个女人怎么不喜欢 这个药黄我买了很久了 我想在特别的场合送给她 这两周我一直会很忙 因为有考试 考试这么好吗 好了大概都好了 你加油 谢谢 我回国心情不太高兴 因为是我的爱人在这儿 我们过两周就再见了 好吧 再见 谁要帮我在考试呢 我帮你 是吗 是 好吧 经常上满布 OK 经常发信息 好嘞 你刚刚一系列的反应啊 动作语言 给我印象就是两个字 癫狂 对我更感兴趣的人 他自然会了解我 艺术家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气氛 那儿有不喜欢的 哎 这儿有喜欢的 我画这张画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你理想中的砍柴少年 你这次来是只为马林宁一个人来 还是 如果其他女生留灯 你也可以考虑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同意你这种态度 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不爽 你明白吗 这个事呢说实话呢就有点拧吧 他无论怎么选 其实都很难圆这个场 是个爷们 一秒钟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一步都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不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本地